如果你們要爬蟲的話 大家還要再學會另外一個 用Input Time Time.Sleep Sleep刮虎裡面就是幾秒 Sleep意思是暫停的意思 Time Input Time Time的話就是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有一個方法叫Sleep Sleep就是暫停 也就是不要讓你的動力太快 就是讓別人跑一個回圈 中間可以Sleep幾秒鐘 不然的話他會認為說你怎麼跑這麼快 那你一定是城市 你不是人 人不可能這麼快的 所以你中間可能Sleep個幾秒鐘 這樣的話可能就比較不容易出動 因為之前有同學也是大量寄Email 比如說他做完東西要寄給很多的會員 然後他就一下子全部都跑完了 但問題後來他的mail就被封鎖了 為什麼?因為太快了 所以我跟他講說你Sleep一下 比如你寄這個信的話 你就是每寄一封信 那你就Sleep停個一段時間 再寄下一封 至於那個時間多少 你可能是要Try一下 不要讓Sever會認為說你這個動作 是不是用程式來完成的 這可能大家慢慢要注意到 那接下來的話特別注意到剛剛有講過 實際上這個網址有沒有 前面就是他的Yahoo的股市網址 那後面的話list.php php就是程式啦 這網頁的技術 現在這php也是一個自由軟體 那所以後面問號就帶一個參數 那理論上等於後面這一串 實際上當然呢 理論上應該可以自己改什麼 改兩個字叫水泥 OK 可是如果我這樣子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懂 可是問題如果把它執行一定會錯 為什麼錯呢 主要的原因是編碼方式不媚取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丟給他這兩個字 我們現在看是OK的 在那個Python 他預設的是就是用UTU8啦 但是Yahoo的那個Server上面 我在想他用php 他可能內建 應該php現在有些Server也改UTU8 但是他沒有改 他可能還是舊的 還是用big5 就是cpc50 所以你傳給他的時候怎麼樣 他會把它當亂嘛 所以他就不知道是要查水泥 所以你現在把它執行會怎麼樣 會是錯誤的 有沒有 因為他找不到啦 也就是他這個 他沒辦法解析啊 水泥這什麼 但是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析的 後來我發現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一個模組 的一個方法 就可以幫我們轉換了 那怎麼轉換 其實呢 我在那個雲端上面有沒有 就有放了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個程式的下方 用哪一個呢 用這個方法 叫URLLAB的這個模組 裡面有一個PASS的一個什麼 Code 這個方法 然後你只要把這個字串放進來 後面跟他講說你要把它轉換成 你現在那個主機上面的是CP90 他就會幫你轉碼了 把那個URL 那個轉換成SERVER看得懂的 OK 所以剛剛會出錯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我就把這三行 複製 Ctrl C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這邊 就是在這個網址的下方 網址的上方 就是第三行的地方 先Import這個URLLAB 這個內建的 然後呢 再增加一個變數叫食品 然後呢 再把它放在C後面 串在後面 但是串在後面的話 必須用URLLAB這個PASS 就是把它解析為 他看得懂的編碼方式叫CP90 有沒有 S放這裡 當然有點 當然你這邊也可以自己打個 把食品這兩個字放在這裡 OK 那我們就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剛剛是會出錯了 那現在會不會出 我們先抓水泥好了 水泥比較少一點 食品比較多 這邊水泥 有沒有 執行給各位看 OK呢 水泥怎麼一波OK 執行一下 這一行 沒有沒有 這一行要mark掉 這一行要註解掉 OK URL 這個註解掉 這一行 有沒有 剛剛我們打這個VOK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執行 好 FM 出來了 那也就是說 現在食品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抓另外一個 抓哪一個 比如說我要抓其他類股 抓哪一個類股呢 抓那個當日行情裡面的其他好了 塑膠好了 OK 底下有沒有 塑膠 那你把塑膠這兩個字有沒有 把它放哪裡 放這裡 然後執行 然後執行 塑膠出來了 所以 如果你懂得用這個 所以 URLab 這個 這個方法 OK 那再來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當日行情上面的 這一個 裡面的話 就把它 自己做一個串列 有沒有 然後串列 所以我這邊有寫好的 我秀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就是用剛剛原理原則 就是把這個串列 就是 放進來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有沒有 水泥 食品 塑膠 等等 就是上面的 然後給它一個串列名稱叫Stack 然後呢 我就for eye in range 所以 底下剛剛的程式都不用動 只要在這個外面 加一個 for回圈 有沒有 然後for回圈的話 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這個字串 一個一個抓過來之後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邊就OK了 就是在這邊有沒有 把它加到這邊 這個Stack I有沒有 第I一個 然後for eye in range 有沒有 然後全部跑過一遍 那所以呢 它會怎麼跑呢 它會第一個 先抓水泥對不對 然後再抓食品 再抓塑膠 然後就分別把 剛剛的動作全部跑完了 那這樣的話呢 整個當日行情的所有資料呢 就全部看到了 OK 不過我還蠻擔心的 就是等一下大家都跑過一遍之後 那等一下我們就連不到雅庫了 所以我先把它講完好了 講完等一下你們幾月連不上 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應該不會這麼脆弱吧 OK好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其實沒有很複雜 就多一個這個 所以以後你遇到這種狀況 就加這個東西 那最後的話就把它怎麼樣 存成CSV 存起來也沒問題 我把它先執行給各位 私心 好 有沒有 不不不不不不 但其實大部分人就希望什麼 可不可以直接就幫我把它存成CSV 我在Excel看好像比較方便吧 不然在這裡不方便看 那如何把它放在Excel看呢 最後呢一樣嘛 應該都講過了 其實就把print的東西啊 變成一個串 串在一起有沒有 串的一個S 然後呢 我們就是呢 再把它 不要print好了 直接就是丟到一個 欸 這個 不過這邊的話可能 我是希望 存檔的方式是 每水泥就存一個水泥 然後呢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是串 一個Stack的目錄 所以這邊等一下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這個程式 你必須要先在哪裡 先在這個地方 src裡面 先按右鍵 你有一個Folder 這個Folder的名稱的話就Stack OK 我記得應該這樣 因為我程式裡面是有一個資料夾 如果沒有這個資料夾 它可能會放 不知道放哪裡 就放這邊 然後我們待會就 所有的類股都放進來 所以你這個動作可能要自己加 因為我如果沒有加這個資料夾 它會分散 那類股好像十幾十個吧 所以這邊可能要自己先手動一下 那我們將來的話 就是要把這個什麼 後面FW等於Open 然後會多一個目錄名稱 這個目錄名稱的話 指的就是這個Stack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個Stack 這個目錄的話 它後面N的話指的是什麼 N的話就指的是那個類股的名稱 OK 那我們就分別把它寫到這邊來 每個類股全部都放進來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OK 那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好 它就跑 理論上呢 這樣應該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有這麼快嗎 有了 點一下 水泥四瓶 兩個 對 因為我這邊只有放水 那如果全部的話 這個把它打開 水泥 食品 全部喔 OK 有這麼多個 這麼多這麼多 這可能要跑一下下 知心 OK 那什麼時候確定是OK呢 你可以看 你看 這邊terminal 這結束掉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全部下載 好 那 那最後的話 如果全部下載的話呢 那你把它refresh一下 這邊就OK了 有沒有發現 哇 這麼多 有沒有 每個個股都出來了 好 那 當然你可以把它點開了 理論上應該 這應該好像還在跑的樣子 OK 欸 結束了 有沒有 這個地方terminal 就是 如果沒有亮 紅燈 紅色的話 那表示已經結束了 OK 你可以從這邊觀察 terminal 這邊就要再把右鍵 把它refresh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OK了 這邊有 比如說光光類股 應該很慘 最近 有些是不是快要下市了 有沒有 賣出 哇 其實疫情慢慢回升 是不是光光就可以 就可以 如果啦 是不是大家應該也這麼想 說大家 是能賺錢 應該是都不要跟別人想的是一樣 大家還沒有發現的時候 你要先 比別人早一步 或者的話 你都跟別人一樣的邏輯 那應該就相對比較不容易賺到錢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其他 還有什麼 金融 OK 打開 有了 有沒有 都有了 所以這個方法的話 等於是把各類股全部下載 並且儲存到 我剛剛特別注意哦 因為我多一個資料夾 當然你如果不多這個資料夾 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 它會變成分散在你的那個 就是SRC底下 會比較混亂一些些 甚至你也可以不要放在SRC下方 你可以放在你的C碟或D碟的任何一個目錄 那只是說這個地方就要指定一個目錄 給它就對了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主要會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呢 我們就是在那個這個這個網址 UIL這個後面 就是給它一個 它的類股名稱 但問題是傳過去是UTU8的編碼 會造成它無法辨識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轉碼 成為CP950的方法 上面有 所以要主要用這個URLAB 這個PASS的QUAD 這個方法 然後把它轉換 那轉換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串列 那可以把每個類股全部通通抓下來以後 那這個類股就是我從那複製啦 只是說前後自己要加雙引號 中間加豆點 然後前後再加中刮虎 大概就一個串列 那最後的話呢 就再把它分別存成CSV 或者甚至啦 將來你們也可以把它改成 存在那個什麼 資料庫裡面 因為這資料其實還蠻大的 其實如果你每次都存CSV的話 好像也不是好的方法 所以是不是說 如果資料量很大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用SQL line來存 那如果SQL line的話 還不符你的使用的話 你可以用MySQL MySQL我之前有跟各位提過 我在雲端上面其實也有提供 一些懶人包啦 如果你想要把資料庫改成MySQL的話 其實也可以試試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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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